大家好 我叫西匠匠 来自广东 我是一位漫画从业者 这位是 你爸爸 我叫哇上上 来自上海 对 我身高155 身高196 我是他的保镖 保姆 助手兼司机 但最重要的是他的老公 说一下你们名字的含义 穿衣服都是穿加S 就是XS 两个S 所以说我就匠匠强调一下 我的个子小 其实我的个子也不是说 真的有多夸张 尤其是我在广东过来的 我在广东人的身高里 其实是正常的 但是呢 就因为我老公很高 然后为什么他叫哇上上呢 是因为我们两个 在谈恋爱的时候 然后他很肉麻 当时他就发短信跟我说 他说我亲爱的C公主 我是你的青蛙王子 没见过这么大的青蛙 你们两天是怎么逛街啊 其实因为我们身高差真的差了很多 所以回头率百分之两百 当时我们还谈恋爱 我们手牵手逛得很开心 后面有个小孩突然大喊 妈妈你看那边一个人那么高 一个人那么矮 然后我就把他手松开了 我就离他稍远一点 但是我老公他当时就说 有什么关系 相爱才是最重要的 对 对 当然 跨越41公分的爱 这是我的书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41厘米的超幸福 对 我目前已经出了四本书了 就是主要就是介绍我们两个 如何认识啊 然后后来到结婚 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 婚姻的第十年 不容易啊 对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漫画 来解读一下你们的生活呢 好呀 我正好有带一些漫画过来 这个说的是 Wasson他的英文名叫Peter 然后其实最开始我们认识 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然后他们公司想要找插花外包 所以就联系了我 后来这个外包没有合作 没有合作成 然后他却一直在关注我的 一些生活日常 QQ空间 当时 发了条短信跟我说 他说 CC你吃了晚饭没有啊 走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吧 然后看了这条短信 这谁呀 Peter 我不认识 我就把手机扔了 然后他当天整晚 就是盛装打扮了 坐在那边等我 他已经跟妈妈说好了 我今天不回来吃饭了 然后等我一直等 等到晚上 我都没有回他消息 然后没想到 一个月之后 他又来约我 然后这一次约我 我就同意他出来了 然后就赴约了 为什么赴约呢 其实 因为我们10号发工资 当时他 我们见面那天是8号 我没钱吃饭了 对 这么简单的吗 我没跟你说是吧 对 我今天是头一回知道 原来是为了一份口 对 我之前从来不知道 他有196这么高 然后那一天一见到他 天哪 不会吧 这个人这么高啊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找的另一半要那么高 所以当时也并没有对他 有任何的 遐想 对 然后你呢 你当时第一次见到我 是什么一个 心动 是吗 第一次见我 我觉得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你穿着黑色的T恤 戴着一个紫色的小熊耳环 当时还没有笑冷脸 但是我觉得我有可能是要找的另外一半 结果那一次吃完饭 他就说 小C我们下一个星期六 我知道有个电影特别好看 我们去看好不好 然后我觉得 这么快就约下周六 我说好啊 就礼貌性地答应了 然后下周六看电影之后 他就说 我们下周再去动物园吧 什么 他每一次都把下一次约会都给计划好了 所以就导致我们没有断了联系 然后在9月25号这一天 他就 那天当好是那一年的中秋节 对 然后他对我表白了 对 而且他在当时上海的地标 是城隍庙的九曲桥上 对 就是一走完那个桥 他一下子就这样牵了我的手 整个小路蹦蹦蹦地在跳 对 然后他跟我表白完之后 他打电话跟我妈妈 他说 他说 你现在打电话给你妈妈好不好 我说 为什么 当时其实已经凌晨12点半了大概 然后他打了电话 他说 喂 阿姨你好 我是小西的男朋友 我想跟你说的是 从今天开始 小西在上海 她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我会照顾她 请你放心 他就这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妈妈 对 然后 幸好那时的皮特没有放弃